哈喽大家好,我是妖温 今儿咱们就炖一锅牛腩 get四种口味 用最简单的办法做出原味牛腩 泰式咖喱牛腩 沙爹牛腩和番茄牛腩 兄弟们,真的有手有锅就行 这次我准备了四斤牛腩 给咱们年轻力壮的四十元们 先把牛腩切块 用清水浸泡十分钟,炒起干净 凉水下牛腩 要热水下锅的话,肉一下就紧了 凉水能慢慢拔出血水 放几片姜去腥 焯完用清水冲洗 倒入钢压锅内,按照屏幕放入调料 倒入锅锅肉的清水 让最后转小火压碎一分钟 时间到,开盖挑走葱段 第一道,圆汤牛腩 圆汤牛腩是这四种牛腩里最简单的 热锅倒油,下入大蒜煎香 把炖好的牛腩盛到锅里 放入煮软的土豆块和葫芦葱块 当然,你也可以和牛腩一起炖了 根据自己口味来点盐,淋出锅勾个芡 一道软烂多汁的圆汤牛腩就完成了 第二道,泰式咖喱牛腩 热锅倒油 放一勺半红咖喱糕小香 倒入椰浆搅匀 来一勺半白糖 建议爱吃甜口可以放两大勺糖 先放独软的土豆蒜和胡萝卜克 再放控干香汁的牛腩 最后来点洋葱皮皮味,就可以出锅了 装盘后淋点椰浆,点缀点香菜 咖喱加椰浆,双倍快乐 不会有人不爱吧 第三道,砂碟牛腩 热锅倒油,先放红萝卜片和大蒜翻炒 放一勺半砂碟酱,炒香 倒点水 放一大勺花生酱 一定要用无颗粒的顺滑花生酱 来半勺白糖 水开后放入控干汤汁的牛腩 临出锅放入青椒,洋葱和青豆 烹一丢丢鱼露 装盘后,撒点腰果碎 有花生就更完美了 吃完L文版杀碟牛腩 就如同置身的东南亚风情小镇 记得把出锅里油费结一下 第四道,番茄牛腩 热锅倒油,下入姜片 再把去皮的番茄罐丢到锅里煎一煎 倒入买来的番茄火锅笔料炒香 来一点点水 捞几颗炖和牛腩猪力下 临出锅别忘播个芡 超下饭的番茄牛腩就完成了 最后结尾部分放了配料表 大家自取哈 那咱们四种口味的牛腩就做好了 老规矩我替大家尝一尝 圆汁牛腩 我最喜欢肉汁拌饭 炖肉的汁 其实是炖肉菜里最精华的部分 只要给我肉汁 不给我肉 我也能干一碗饭 第二个 东南亚风味的咖喱牛腩 还有椰姜 我属于特别爱吃咖喱的这种 不同的地方的咖喱味道不一样 尤其东南亚的椰姜味特别的浓 好吃好吃 然后我们再来尝尝这番茄牛腩 这真是我大爱 番茄牛腩谁会不爱呢 番茄牛腩特别的开胃 太好吃了 酸酸甜甜就是我 我喜欢酸的甜 这就是真的我 卡掉啊 从来 怎么就顺口一下子说出来了呢 最后一个沙爹牛腩 就是沙爹酱 搭配这个花生酱 使它的口感非常的细腻 非常的纯香 可能许多朋友没有在家自己这么尝试过 我推荐大家尝试一下 吃了这个四种 我给大家来一个总结吧 就老吃这一种就会很单调 所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三个 喜欢吃酱味浓郁的 就吃这个圆汁牛腩 喜欢吃甜的 这种奶酱味浓郁的 可以吃这个东南亚风的咖喱牛腩 喜欢吃酸酸甜甜的 可以吃这个番茄牛腩 喜欢这种特殊风味的 可以选这种沙爹牛腩 我是姚本 喜欢朋友不要紧 点赞加收藏 观众一路 咱们下回再见 拜拜